那有些计划他不一定是这样分 比如说你有些计划是 人力资源 然后金钱 然后项目什么之类的 所以看你的需求 去规划 这个方法也是我们科技领域教运算思维 里面最重要的那个 系统拆解的能力 这是解决问题的很重要的能力 老师不用全部建好 那个全部建好是等一下研习后的事情 我们找一两样能力 找一样能力 然后把它稍微分析一下 有分析到就好 你就知道那个过程是要想什么事情 要怎么去做分类 要想些什么事情 等一下我还会跟各位复习一下那个历程 因为你要把那个步骤抽象化出来 之后你再教学生 或者自己在处理这样类似的事情的时候 就用这个步骤就可以了 当我已经把我的阶段都切出来之后 接下来 这样就表示我的规划已经几乎差不多完成了 那我要先讲这样的一个规划 未来是可以随时改的 随时哪里要改 或者是时事在转变 有没有 或者是有新的方法 比如说现在确的GPT出来 那个学习的方法可能会整个不一样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随时做修改的 好假设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大部分的那个规划之后 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步骤要去行动对不对 那行动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就会 就会把刚刚那个具体的 我们刚刚这边不是拉了很多国小 国中小高中大学跟平常可以做什么吗 那这时候我会做什么 我会把全部的 全部这些项目的 因为这目前是分类 是用那个能力来做分类 但是我要转化成实际行动的时候 我会希望我用阶段别来分类 也就是说我等一下的分类要改成 国中小高中大学 所以这时候你看哦 我就把国中小可以做什么 拉出来 对不对 拉出来 然后一样也是这个写 好一样了 然后这边国中小的 你也可以拉出来 但是你可以怎样 你如果想要再稍微分类一下 你可以稍微改一下 刚刚这一个是脚本的部分 脚本的部分 所以你这边呢 直接加一个脚本 然后把这个 就是我们把分类稍微换一下 换成呢 我用国中小高中大学来做分类 所以我这边整个就会变成 这是脚本的部分 那设计工具 设计工具的部分呢 这边的国中小我就把它拉过来 对不对 这个都是国中小可以做的 对不对 然后另外这后面呢 哪一个是后面的国中小可以做什么 我也把它拉过来 拉过来这里 好 那你就会得到 你最后就会得到一个类似这样 好 我国中小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 大学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 好 然后你甚至可以把 比如说 作文演讲说故事能力的训练 你的把细项 就是在学校里面的可以做的细项 或者是注意事项可以key进去 好 比如说要读哪一本书 然后如果遇到这一类的课程 我要多用心 然后我要参与社团 那参与社团要学哪些东西 比如说学2D 3D 学那个公仔制作 学那个雷切文创周边等等 你可以把细项列出来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区分 就会变成具体的行动清单 就是国中小 我就看这里就好 好 所以我现在如果是国中小阶段 我就把其他的收起来 我只看国中小就好